好 这里是阿来Radio 中小流行网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韵芬 好 一开始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当然最近有很多人都知道说 韵芬姐 为什么五六日最近都这么忙啊 我不晓得大家六日都在干什么 但坦白讲 最近的五六日 我都是带带孙小孙孙 虽然我经纪员朋友一直告诉我说 你别跟我说你有孙 你这样感觉很老的 最后我也是少年阿嬷 我觉得这个角色是被动的 但我觉得甘之如鱼 而且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 不过说实在的 要带小孙孙最大的一个考验 就是晚上你就不能够好好的睡觉了 即便他们都已经这个爸妈带回去了 我还是觉得说 这个睡还是睡得很不好 那今天早上其实我也有听到 我们中王董事长赵绍康 赵大哥 他在节目当中有分享说 他跟他的太太梁姐 那么有吃这个第四代的义生菌 他说他已经吃两年多了 然后吃完以后呢 就能够睡的品质很好 我就开始心动了 所以我也问问看说 有没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好消息 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 因为说实在的 最近的五六日我都睡得不好 但平常白天是要陪着他们玩耍 陪着他们玩的 可是到了晚上 有时候帮他们带晚一点 然后我就瞇一下 那睡眠的时间 过去我也问这个官渡医院的院长 陈亮工陈院长 他也讲过了 就是说以我们现在年纪 你可能觉得睡六个小时或八个小时 但最重要的不是在睡你几个小时 而是你睡醒之后 你有没有觉得很劳累 这是一个评鉴指标 那另外呢 你要关注一下 你自己有没有深层的睡眠 通常你深层的睡眠 大概一个两个小时也就够了 就是如果你有深层睡眠的话 你睡醒以后 你就不会有那么累的感觉 那睡觉当然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人生三件事情啊 这个吃得下 对不对 睡得着跟笑得出来 所以三件事情 你到底有没有做到 这非常非常的一个关键 好 我今天很关注 就是我们赵少康赵大哥 他吃的这个益生菌 听说就是发展到第四代的睡眠益生菌 那他们已经吃了 他们已经吃了一两个月了 那么感觉上 有养成一个好眠的体质 然后也可以帮助他们入睡 然后隔天呢 精神都非常非常的好了 那当然我也去了解了一下 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有日本专利的 嘎巴跟香蜂草 那么这嘎巴呢 是能够帮助睡眠的氨基酸 那当然他在每个人的身体里面表现的这个不一定 所以加入了香蜂草 那这个香蜂草呢 其实就是嘎巴的好帮手 因为他可以帮忙传递这个睡眠的因子 那当然如果你有严重睡眠障碍 你当然要去看医生 可是如果你睡睡醒醒的 你只是因为说带小孩或者工作很劳累 然后你觉得睡眠品质不好 不妨跟我一样试试看 试试看 那现在这个时间点 听说还有这个优惠的 那么厂商呢 有给市售最低的价格 而且还有送 那当然我就不能讲太多 那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 可以拨打这个电话 02-2500-5566 02-2500-5566 或者是打02-2362-1968 02-2362-1968 好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吃得下 睡得着跟笑得出来 因为睡眠的好体质 这个好眠的体质真的是很重要 很重要 你心情能够放松 你隔天你要上班 你要工作 那么更有体力 当然要带小双双 也更需要睡眠睡得好一点的 好把这个重要的讯息 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分享了 那现在呢 有优惠也提醒大家 有需要的话 可以拨打电话 02-2500-5566 或者是02-2362-1968 好我们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们今天节目在上半段 有很多重要的新闻 跟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想礼拜六 礼拜天可能大家都很关注 我们有万安演习的新闻 还有拜登退选的消息 那当然了 今天的股市 大家过去可能会用学习来形容了 不过当我们的台积电 这个股价在串高 而且国际的一个风险变高的时候 我们这个动荡是可以想见的 目前看到大盘还是大跌566点 所以我们待会在节目上半段 有一些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还有台风的消息 所以最近大家都很关注 不管是台风或者是美国选举 以及台湾股市的一个动荡 我们待会都有国内外重要的新闻分享 那么在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本好书 事实上在六日也因为这本好书 那么陪伴我过了这个非常愉快 愉快的一个下午 说实在现在很热 你出去啊 那个热死了 在家里面啊 这个看看书啦 玩玩小孩倒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啊 我还看到网路上有人写说 我这条命就是冷气给的 就现在没有冷气 你好像就活不下去了 这本书呢 是往日时光 那么透过食物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滋味啊 说实在的 我觉得透过食物来说故事 就像我们声音 有一些音乐的这个衬托 又或者我们唱歌的一个感受 所以我看了也非常非常的一个疗愈 那郑无情郑教授 他自己就是一个非常用 他的文字非常的清雅 非常的咸淡 我很喜欢他作品的一个风格 那么待会他会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书 那当然我也很好奇 他逛不逛菜市场 他自己是逛 他书上是有写的啦 那他自己也说 他自己并不是美食专家 他也不是一个食客 但我总觉得啦 人之于食物 或者对于这个天地之间的一个美啊 或怎么样的欣赏 其实都有内建的影子 你东西好不好吃 你自己当然感觉 你今天心情美不美丽 你今天看的太阳漂不漂亮 你今天看的天空蓝不蓝 美不美 自己都有定论的 所以我觉得食物因个人的喜好而有不同 但那个故事会影响到每一个人的 好 今天的这个节目 我很期待 也请大家跟我一起期待一下下楼 今天的本日之最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65岁也是美国大众要预定的一个退休年龄 但是呢 他们都比计划更早退休 有一些人就想说 嗯 我要去过我的第二人生了 但有人说 这个达成率也只有30% 好 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跟大家分享一些财经消费的新闻 好 我们刚刚有看到粉丝团 这个有人贴就是有我的这个节目啊 好 那节目是真的 但是的确是被盗用的 好 所以如果说有人说 哎 叫你要加入什么 啊 理财生活通粉丝团啊 什么现实开放加入当中 好 千万不要去 相信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 他是赞助 好 赞助大概就是去下广告的 好 那是下广告 有很多 也就是诈骗集团在下的广告 好 所以我想我们听众朋友应该要很清楚的 了解了 就是他们会随时的倒用一些我们的节目啦 或者是文章啦 所以你看起来会真真假假的 哎 好像有点真啊 又好像有点假 只要他开放叫你加赖的 你通通都不要加就对了 或者叫你去做什么的开什么app啦 你通通都不要去就对了 好 好 我们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最重要的新闻 我们先来看看台风的讯息了 这个轻度台风叫凯米 那么他朝着台湾是缓慢 缓慢的靠近当中 但是因为他的强度不断的在增加 所以现在气象的模拟 也很担心说 这个暴风圈呢 会有扩大的一个趋势 现在看到中央气象署有预告 礼拜三礼拜四 这个暴风圈可能就会笼罩在台湾的北部 跟东北部的陆地了 那发布这个台风发路上的台风警报的几率 其实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那礼拜二的晚上到礼拜四的白天 全台湾都会有剧烈的雨势 而且可能会有制塞型的这个降雨 所以要提醒大家稍微留意一下了 因为这个台风呢 在这两天都有一些讯息来提醒 因为会影响到这个礼拜的一个状况 那现在有看到绿岛啊 蓝宇啊 这个明后天都会是停航的 停航的 那其余的一些礼岛的这个海运的航线 目前还是正常的开航的 那天气要留意一下 从明天的晚上到礼拜四都会有这个很大的变化了 那所以民众要做好一些防台的一个准备了 因为看起来啦 看起来他这一次会从北部 北部就这样扫过去了 那中南部地区也会有短暂的震雨或者是雷雨 那台风就算他过去之后 礼拜六礼拜天会受到西南风的影响 中南部的地区还是会有短暂的震雨跟雷雨 那气温今天还是高温炎热啦 各地的温度还是33度到36度 那慢慢的开始下雨 礼拜二到礼拜天大概就降到32度到34度左右了 所以礼拜三礼拜四就别从礼拜二的晚上 应该讲说礼拜二到晚上到礼拜三礼拜四 大概都是暴风圈笼罩在北部东北部的一个状况了 好另外呢我们来看到了 就是台积电的一个跌幅啦 那这个美国的主要的一个指数啊 是持续走弱的 那道琼指数呢是下跌377.49点 那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144.28点 那台股今天当然是也是同步走低的啦 目前看到 也是下跌了579点啦 那这个22600点的一个关卡当然是跌破的 那我们看到是台积电的美国存托凭证就是ADR 那么是下跌这幅度蛮高的 3.5% 台积电今天早盘就已经再度的下跌 那看到市值也是破了25兆元 那除了台积电之外 鸿海联发科大立光 这些全值股也都是走低的 电子类的指数是下跌蛮深的 然后看到航运啊观光类股啊 表现也是蛮弱的 好我们待会等一点半收盘的时候 就会跟大家来进行一下这个台股的分析了 所以有很多人很担心说 啊现在大跌啊 那大跌到底要不要跑啊 啊如果跑的话会不会有砍在阿呆股啊 就很怕啊 就涨的时候也不知道该怎么追 然后跌的时候又怕说我砍了以后就在阿呆股了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跟大家来分析一下 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了 好另外呢我们来跟大家提醒一下 就是马上快了 今天下午一点半 有举行这个万安四七号的一个演习 那今天是在中部嘉义县嘉义市 要实施这个30分钟的警报的发放 好那另外就是要疏散啊避难跟交通管制的一个 呃呃这个演练啊 那中部啊中部有七个县市 好都在进行万安演习 刚讲过了呃嘉义啊嘉义县嘉义市有30分钟的警报传递 那范围其实有苗栗啦台中啊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 好还有发布飞弹火箭攻击台湾特定地区的空中威胁 呃呃警告 所以如果你收到这个讯息的时候呢 不用恐慌不用恐慌 好那一点半到两点钟会实施警报的一个 呃发放了 好所以提醒大家要配合 好要配合好这个万安演习 7月22号是中部地区 好是中部地区刚讲过 呃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市 好啊7月23号礼拜二好礼拜二是北部地区 宜蘭县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源市 呃新竹市跟新竹县 我都很担心赖方玉他明天要来 我一定要好好的提醒他 因为我怕他又忘了 好一点半了看看台股的表现 目前还是大跌的一个啊局面了 好那这个很多人很担心啊 电子啊存产金融都是下跌的 这盘要怎么看呢 好那我们今天就要呃连线一下 我们的好朋友是国家认证啊 股市分析师啊孙庆龙 过去他对于呃我们不管是台积电啊 或是科技股啊 感觉上都是蛮乐观的 好那看到今天的盘是 不想还会有什么乐观的起来 好庆龙在线上吗 是云芬姐好 庆龙好 哎跟大家来看看今天的盘面吧 这个你最爱的台积电 哈哈哈哈 哎不是我最爱的台积电 我最爱的台股 对啊 这几天确实出现蛮大幅的修正嘛 那一路的从7月11号的最高点 24416 然后跌到今天的盘中的最低点 就是22130 那短线的跌点是达到了2286点 那短线的跌幅也高达了9.3% 那当然关于这几天的一个走势啊 其实我只有三个字来形容 叫做跌得好 哎哟 对啊因为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啦 那当然很多人会认为啊 其实这几天台股的下跌啊 可能跟美国的这个总统候选人川普 他扬言要跟台湾收保护费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啊 那我个人其实认为这个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那但是真正的因素是什么 真正台股这一波在短线上出现一个这样子的一个 呃超过2200点的一个回答 嗯 关键其实就是短线涨太快了 而且短线也涨了太多了 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关键 因为金融市场有一句话嘛 叫做涨多就是最大的一个利空 那谈到了台股短线涨太快又涨太多啊 其实我们持续去追踪啊 大概从呃台股这一波 从去年年底的17930 然后涨到7月11号的24416 那总共是上涨了6486点哦 涨幅是高达36% 如果还在佳季 今年上市贵工在上市公司除息 就是配发现金股利 这个可能造成这个点数的增发 目前累计来到379点 那换言之 如果把这个除息增发的点数 379点也还原回去的话 那台股这一波 其实今年哦 走到7月11号 已经上涨了6865点 涨幅是来到38% 那38%或者是36%的涨幅 是什么样子的概念呢 这个我如果稍微统计啊 就是从台股从2009年 一直到2023年啊 只有2009年 那个年度 台股因为经历过那个 雷曼兄弟的一个破产 所导致的全球的金融海啸 那当年度是上涨了超过78%之外 那其余的年度啊 都没有达到 当年度可以来到30%的涨幅 那最高的当然就是2023年 那时候就是去年嘛 去年台股涨了26.83% 然后那第二高的 其实就是这个 2021年的23.66% 那再往前推可能2019年 是上涨了23.38% 那2020年是上涨了22.8%左右 所以刚才跟大家报告 台股在今年的7月11号 已经整整上涨了6486点 涨幅是来到36% 这个是一个就过去的历史经验来讲 其实都算是在很短的时间内 涨破了整个台股过去的一些 当年度可能会来到的一个 相对涨幅的一个天花板的记录 那我刚才所讲的 在从2009年以来 就只有2009年因为经历过 雷曼兄弟的一个破产 所导致的报复性反弹 才出现过 当年度可以涨幅超过三成以上的一个走势 所以今年没有任何的系统性风险的情况之下 台股竟然就已经涨到36%的一个涨幅了 其实这就酝量了 其实就是短线涨太多 然后涨太快之后 它需要一点时间来休息 那因为休息才能走更长远的路 那这是第一个 那刚才有特别提到说 短线涨太多 还有短线涨太快 其实它可以反映在一个数字上 这个数字其实就是 目前的加权指数跟年限的乖离率 其实目前的年限的 大概年限 所谓的年限就是过去240天的平均成本限 大概是落在18800点 然后在7月11号的时候 7月11号就是台股来到24416的时候 与加权指数跟年限的乖离率 竟然攀高到30.71% 这个就过去来讲 其实加权指数跟年限的乖离率 突破大概15%以上就该小心了 但是在7月11号 今年已经来到了30.71%的这个正乖离 那当然我说 为什么觉得这几天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正 2200点是好的 而且是跌的好 是因为它正快速的去修正 就快速的去收敛 与年限的正乖离 经过今天这样跌 上个礼拜这样跌 然后上个礼拜这样跌之后 那目前加权指数跟年限的这个正乖离 已经恢复到大概18%左右 那我个人认为其实大概到15%左右 到15%的正乖离 大概就算是这一波一个修正的一个满足点 这个价格当然是甜 但是如果你买台积电 可能目标就在可能半年 甚至一年内 你就想要获利了解 那我不认为这个价格是很甜的一个价格 那因为其实怎么说呢 其实大家去回想 其实在今也没有多久 三个月四个月 甚至五个月以前 大家觉得600块的台积电是天花板 甚至我们真是先前还认为 688这个2021年台股台积电 创下这个历史的高点 是很多学长 可能一辈子都很没有办法套牢的一个压力点 但是在这段时间 竟然快速的一个冲过了 所以其实短线台积电 也面临到相同的状况 就是涨太快跟涨太多 它必须得靠后续的营运慢慢的推升 它才有办法回到一个正常的 一个股价走上的轨迹 那当然如果从现在这个价格 刚刚玉芬姐所讲的 如果你是打算报个三到五年 当然台积电任何时刻都是甜美的价格 但是如果你只打算报半年跟一年 现在的价格 可能投资人要稍微有心理准备 他不一定能够让你赚到 所谓的价差的空间 哦好了解了解 好我们刚刚已经有跟大家来分享 分析完这个台股的一个状况了 我也跟大家来这个报告一下 这个台股的收盘指数 说实在在拜登退选之后呢 那当然有人讲说是一个川普的效应 就会保送川普进入这个白宫了 可是说实在的啦 这也是铁板上钉钉子吗 没有到最后一刻 其实也很难知道 那另外台股其实今天崩跌超过700点 然后另外呢台币扁破了32.8元的新低 所以今天其实是股汇都是创下了新低啦 那另外就是这个我们看 加权股价指数还有贵买指数 其实都留下下影线 都留下下影线了 那有一些这个像国泰经有调查 就52%的民众看台股下半年 要跌破2万点 所以这什么意思啊 就不在于说它是不是真的会跌破2万点 而是开始有悲观的这个氛围已经出来了 好这个台股呢 刚刚我们已经有跟大家来分析完了 这个指数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中场的加权股价指数是收在22256.99点 大跌612.27点 成交金额是5500.73亿元 好这个是今天台股的表现了 那过去大家都会觉得这种崩跌大跌 血洗都会觉得很恐怖 但现在已经觉得好像能适应了 因为股票一涨就是一阵子就涨个千点 两天就给你跌掉了一千点 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们心脏要强一点 然后要留意一下这个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了 那今天当然比较大的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的总统拜登 那么他要退出这个连竞选连任的一个说法了 然后呢要由副总统这个贺锦丽来接手 代表民主党来参选总统 那于是呢分析师就有开始指出啦 说拜登如果退选之后 民主党会更有时间来重振旗鼓 那当然也可以威胁到前总统川普 他竞选的一个几率啦 那可是这个Bloomberg上面 当然有一些这个评论啦 评论那么也认为 就是说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就是川普交易会不会比较这个冷却 还是会更热 那什么叫川普交易 现在开始都讲什么川普概念股啦 川普交易我们待会跟大家讲 好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 这个政治角力的一个升温 那美国对冲基金啊 今年来 那这个涨很多的科技股 开始出现落跑了 开始落跑了 其实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整个美国股市的这些巨头们 开始都有卖股票了 那时候我们都觉得怪怪的 大股东大老板在卖股票了 可是大家还在追啊 也就是说大股东啊 这个卖的股票都给小散户来追了 那小散户就撑起了一片天了 那现在看到 看到了就是美国共和党的总统 候选人川普 那因为他被这个枪击事件之后 大家都认为他当选的机会会大增 那所以他的讲话 就有人冠上一个名词 叫川普投顾 就川普讲什么 就川普投顾了 比方说他有提出来说 台湾要付钱 付保护费 然后他也让台湾的一个冲突阴影 那么逐渐在扩大当中 那美国的一个4R指数 在上个礼拜五 这单日跌幅都非常非常的惊人 像费半指数 这狂跌8.8% 纳斯达克指数也是下跌3.6% 所以有很多人在今天开盘之前 那真的在开盘之前 我看就有很多人讲说 今天非常不妙 不妙 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不妙 那目前看到的 就大家讲说 那后事要怎么观察呢 第一个你大家看美国ADR的一个起伏 另外就是美国科技股的一个财报 还有我们刚刚讲了一个关键点 新台币的手势 这跟外资的动向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这外资要是跑了钱出去了 新台币就扁了 外资如果钱进来了 新台币就会升值的 那今天看到股汇这样子的杀 你就会知道外资又落跑了 那另外就是说短期 有没有资金的避风港 就像说我有很多的朋友 也不断的在问我 就台积电破迁 台积电甜不甜 甜不甜 就会问说那这个价格破迁之后 是不是可以买了 那当然刚刚庆隆也讲了 就是端看你要持有多久 如果你愿意放个三年五载的 那你这个价钱可能是相对便宜的 可是如果你说放个半年 或者是说它跌个几天以后 我抢一个反团 如果你是一个短线的 那你可能要留意一下 短线筹码上的一些变化 外资一直卖 那它有没有一些反弹的一个动力 那反弹之后 你会不会就是把它卖掉 还是要留着 那你就会很纠结 你自己要能够先去适应一下 你自己是不是一个交易者的一个特质 我常讲就是说 如果你身为一个投资者 你可能还简单一点 可是交易者 你卖了你又怕它继续涨 你买了又怕它明天继续跌 所以其实交易者的心理的一个素质 是更难培养的 更难培养的 我常常在讲 就是说如果以后有一个 那个AI的一个世界的话 那AI在做投资的时候 我觉得它可能就会快很准了 因为它就没有什么 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因素 它比较就是 价钱到了啪就砍 或者价钱到啪就买 我们因为有情感的 有感觉的 有觉知的 有判断的 你就会很难去做这样的一个决策了 不过总之 短线上科技股 看起来 看起来 这很多分析师的看法 是悲观的 但也有人讲说 那资金有没有一些避风港呢 避风港呢 生计今天很明显的 就是一个避风港 每次在一些股票都不好的时候 那生计就会冒出头 那当然跟这个最近要的生计展 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有题材了 那另外就是奥运概念股 奥运概念股 其实我们在上个礼拜 也有跟大家提过 不过因为离大家很远 很远 大家我觉得兴趣不太高 所以奥运概念股 也不是很活跃的 那另外有些低基期的一些业绩股 一些传产 一样大家兴趣也不高的 不过可能也是资金的一个避风港 好我们持续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这个国内外重要的新闻 我们两点钟的时候呢 一起跟知名的作家来聊聊 往日时光啊 时是食物的食啊 我想其实每一个人 在吃东西的时候 像我自己也是啊 就是吃到好吃的东西 我常常要想说 我要带谁来吃 又或者当你吃到记忆中的 一个美味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说 啊你跟谁曾经来吃过 所以其实不是食物本身 而是透过食物 那么你去链接出来的 那样的一个情感 好我们有跟大家来 刚讲过了美国总统拜登退选 然后要支持这个副总统贺锦丽 代表民主党来投入这个 美国11月份的一个选战 那现在呢市场上 这特别是投资市场当中 那大家也很关注 就是对于这个川普 他比较主张的宽松财政的 一个政策 提高这个贸易的关税 跟这个削弱监管的一个交易 所以他们就说 那个叫川普交易 那川普交易啊 其实具体的一个状况 就是美元 大概可以得到一个支撑的 美债的一个殖利率是上升的 银行股 医疗股 能源股 比特部都是上涨的 所以呢 川普交易成为市场上 一个非常重要的主流 所以他们认为说 如果川普再重回到 这个白宫的话 那有一些金融的一个投资操作 都会因为川普的当选 那么受到一些这个影响的 所以会有川普胜选概念股 也有川普交易 还有川普投股 好 除了这个川普的一个效应之外 我们来看看 刚才有跟大家提过了 那市场都在关心嘛 如果科技股的压力这么大 那是不是有一些传产股 或者是奥运的概念股 事实上巴黎的夏季奥运 就2024年了 巴黎的夏季奥运会 7月26号就开幕了 这是四年一度的一个运动盛事 当然世界各国顶尖好手 都会展现他们的一个成果 然后对于主办的单位 城市国家 都会展现这个很优异的一个经济的效应 那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聊过了 就是巴黎这一次在举办的时候 有很多的创举 比方说他也没有设很多的文字馆 而是在用他们的一些 这个重要的景点 那么来让世界各国的一个好手 在这边竞技比赛 那现在大家都很关注 就是说这个巴黎奥运带来的一个经济效应 当然其实观光的效应很重要 观光听说门票是很贵的 这赛事的门票很贵的 那整个的到巴黎的一个旅客的费用 大概会花26亿的欧元 那这个法国会发出7万份的数位签证 给选手媒体跟一些代表团 那预估有230万到310万的旅客到巴黎去 那赛事的总预算有44亿欧元 那他们认为可以创造111亿欧元的经济效应 好那这个主办单位 当然他们有一些这个硬体的一个设施 然后有一些这个媒体村选手村 这个水上运动 那他们也今天有个新闻出来说 奥运结束之后呢 他们会把这些建筑都改成公寓 所以会让一般的居民居住 然后也会解决一些房市的问题 不会让它变成这个蚊子馆 那另外呢 大家也很期待 就是说这一次的一个奥运 能不能带来 为法国带来一个比较长期的经济效应 一般预估111亿到120亿的左右 111亿是欧元 120亿是美元 大概就是一个长期经济的一个效应 那这在26号就要开幕了 所以主办国家那么他们的观光旅游 以及营建业都受到大幅的一个关注 只不过在国内像相关的有一些特殊机能部 或者是运动鞋 什么的一个这个产业的一个表现 都好像就是昙花一现 一下子而已了 倒也没有造成很大的一个题材 好 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今天中部地区下影结束了 明天7月23号是北部地区的万安演习 7月24号礼拜三是东部跟里岛地区 包括花莲县 台东县 金门县跟澎湖县 7月25号是南部地区 包括台南市 高雄市跟屏东县的万安演习 好 这里是阿来Radio中流行网 欢迎再回到理财生活通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现场 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已经到了 我们把这本书po在粉丝团当中 让大家同步看到 这本书在六日的时候陪伴我 度过了美好的一个时光 那今天很开心请到他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分享 过去可能大家从他的文字 非常的可以感受到 这个老师的一个为人 应该就是很清淡 但是又很深情的一个人 这本书叫《往日时光》 欢迎一下我们知名的作家 郑如晴 郑老师 郑老师好 你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看这本书 说实在很感动 谢谢你 而且我在看书的时候 我还跟我妈妈讲说 妈妈老师有写到五牛鸡 然后我妈就说 现在台湾人都不知道五牛鸡了 对啊 五牛鸡就无流之语 其实是台湾的大菜 可是我们可能只知道糖醋 对不对 已经不知道五牛鸡了 其实它有它的源头的 对 那个六牛鸡其实应该追溯到唐朝的时候 杜甫 那有一天 因为杜甫他很穷嘛 他住在草堂里头 有一天突然间中午来了一个客人 那他心里想 糟糕了 我拿什么请他 就刚好家里的人从晚西 就刚好钓了一条鱼回来 然后他就联机一动 他就把鱼炸了 炸了以后就把家里的剩菜 五颜六色全部就铺在上面 然后再加了甜面酱 就客人一吃 哇实在太好吃了 后来他们就把它命名为五牛之语 但是五牛之语不是 我以前都一直认为五牛之语 是因为上面那层蔬菜五颜六色 其实不是 是那条鱼啊 它的颜色掉上来 是有点像五柳叶 它的那个颜色 所以就把它取名叫五柳之语 是有典故的 对我觉得食物最好玩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竟然可以透过书 然后跟妈妈不断的在聊 不断的在聊 聊那个大东西啊 聊什么的 这也勾起他的一个回忆 那老师为什么会用这样的一个 书写的一个方式 来跟食物跟人来做一个链接啊 你是不是一个很多感 或者是五感六觉很强烈的人 还是一个爱吃的人 不瞒你说 其实我是很多感情的人在心底啊 那我常常觉得说 你的感情啊 如果随便乱发泄 我觉得那是烂情 那我会觉得说 如果我们的情感 可以借着某一个主轴 把它带出来 在文字里头把它带出来的话 那会是一个很好的故事 所以我在想 我后来就想到说 其实我的童年的成长 最多跟记忆中 最多其实是跟食物有关的印象 那这些印象呢 我就想到背后的这些人 有什么牵连 那我写影 其实它也是算是 饮食文学的另外一条一个支线 一般人写饮食文学会注重在 譬如说它的考据来源啦 比如说小吃啦 还是说某个餐厅的大菜 甚至是精致的盛宴 对不对 但是我都不是写这一些 我是写食物 本身非常的平民化的食物本身 背后的一些隐藏的人情故事 因为我有看到老师有讲 就是你要当一个作家 你当一个文字的工作 你就是迫不及待要跟大家分享 对分享 对分享很重要 我觉得分享很多故事 我看到你写那个 明古啊 明教对对 哎呦我都觉得心都酸酸的 对然后如果你看这个故事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我后面就写说 我有一天半夜里头起来 上厕所的时候 我看那个消失很久的明教 就从那个我那个床头啊 就通铺的 以前我们都是睡通铺嘛 的右边啊 他慢慢的站起来 然后从左边消失掉 那印象非常的深刻 就是那时候的他 明教他其实是一个驼子嘛 就是背部长了一个驼峰这样的驼子 然后脸部无关也不太对称 那这是我看到的他觉得跟你以前不一样 都不一样 对他的五官端正了 然后背也直了 所以我就在想后来我长大以后我在想这一段 我在想说那是真的我看到的 印象中我觉得我是看到 可是我在想我会不会是我做梦的 也不一定 所以这个故事里头就隐藏了一个所谓的 那个我写这个东西的人叫做不可靠的叙述者 就在文学理论里头 其实有隐藏这样的一个东西 对 那我最好奇的是我看完书之后 像刚刚老师来我就很迫不及待想要问你 就是说老师你是喜欢一个人吃饭 还是很多人一起吃饭呢 其实我的那个论址很大 我很多人吃饭我会很开心 很有幸福感 但是我自己一个人吃饭的时候 我也会enjoy 就是说很能够享受自己一个人吃饭的 那个独处的那个时光 对那个自己吃饭有自己吃饭的乐趣 我常常一边吃饭一边看着这个食物 那我就会想到 我曾经跟谁吃过这个东西 一下子脑海里头就会跳出很多的画面 那如果是刚好是碰触到我内心底层的 我就拿笔赶快把它写起来 对 你现在还是自己做饭菜吗 我三餐都是自己做 你没有叫一下Uber 没有没有我不习惯 因为我觉得食物的东西你就是热热的 煮起来的时候立刻马上把它吃了 然后你自己动手做有自己动手做的那个乐趣啊 可是很热啊 你前面还要洗后面还要料理啊 对对我常常在想你这个问题 我常常自己在计算 我从叫东西回来或是买东西 原来的食物买回来的一些菜 到我洗了到我吃完到我洗 洗了收拾 我起码要花两个多钟头 对那我心里想我的人生 我必须要花两个多钟头 在这个吃的上面吗 那如果可以把这个东西呢 把这个时间一天的时间呢 全部加起来 我这个可以做多少事情 对不对 可是这是我们的一个很现实面的计算 可是回头我又想 也不能这么算 人生如果什么东西都这么精算的话 也许我也会失去很多 所以我应该要好好去享受我自己动手做的乐趣 以及你那个独处 那个时光可以带给我一些什么样的一种快乐 这个应该要把它计算了下来 哇原来老师都还是有一些计算 所以你有理性跟有感性那个部分 对对对 所以我不是说 就是说自己往好的方面 就想说哎呀自己 自己做菜自己吃饭也很快乐 其实我也在算说 我浪费了多少的那个时间 但是你再把浪费时间 跟你享受的 你去把它比较起来的话 其实还是值得的 是是是 我看刚刚书上你有提到那个主广市场嘛 后来才知道说台中已经变了 变成第八市 对对第八市场 我就想说那你在台北住 你自己去逛市场嘛 是啊 这么热的天 没有这么热我不去了 这是冬天的时候 譬如说你逛逛市场 然后你就会觉得有一个所谓的人间气息 你觉得这个市场里头充满了人间味 人间气息 对然后你就觉得说 那个在市场里头的人 你看他们在为生计 为营生在打拼 你有时候会觉得说 就是算他贵一点啊 你想他 他就是靠这个在生活的嘛 对不对 我通常就是 哦好吧 就也无所谓啦 因为你从这里面 这些人里头啊 你有时候你会去设想他们的生活 还有他们那个菜摊子 背后他的人生 也许他有很多故事啊 我常常会这样想啊 那不是说去发掘一些市场里头一些新奇的东西啊 虽然你逛市场回来会很累 可是你也会很开心 你也会很兴奋 我觉得老师进来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仙女一样 然后现在发现 哦你也逛市场啊 然后你也自己煮哦 是 我们待会来聊聊书当中 除了食物之外 有很多很多很深的感情 包括你外婆跟家人相处的一个过程 我们待会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我们现场的特别来宾呢 是我们知名的作家 郑如勤郑老师 我们把他的书贴粉丝团当中啊 有人讲说 听老师的话就觉得好亲切 因为他以前也去过主广市场 然后现在变台中第八市场 对对对 那我们从书当中会发现到说 每一个食物 然后都有串联对一些的情感 我觉得最深的是你跟外婆的情感 是不是跟大家来聊一聊 那个永亲遇事 其实我跟外婆相处的时间不长 只有两年而已 那因为我小时候呢 就先到那个 因为我妈妈身体不好嘛 所以呢 我出生没多久 那因为我的家族其实故事很长 我妈妈对 因为那时候她得的是战后的那个流行病 就肺结核嘛 那她生下我的时候 她已经很虚弱了 所以呢 因为我两个姐姐都是外婆在带的 所以到我的时候外婆已经没能力再带我 因为她有一个永亲遇事在经营 所以就把我托给她的那个嫂子 就是我妈妈的旧妈 对所以呢 我就一岁到六岁啊 就等于都是在台南度过 跟外婆其实也不怎么亲 因为陌生嘛 我是迟到后来我要念小学的 所以外婆把我寄回去跟她做 对 但是这个再跟她住了这两年啊 我后来发现我的生活其实是也变得很丰富 因为外婆是一个很会做菜的人 很会煮 很会煮饭的人 然后对人呢 就是非常的nice 很亲切 她对所有的亲戚非常的大方 因为她是一个很大方的人 比如说包粽子 她会一包就包两百颗 好厉害啊 我连一颗都包不起来 她包两百颗 然后就分送给亲友 然后什么中秋节 她买了很多的 比如说月饼 她就送给大家 过年过节 她就会灌香肠 灌了很多 也送给大家 她是属于那种很大气的 有种长辈之风的 那同时让我从来身上 我可以看到早期的台湾女性 那种非常强韧的 非常坚毅的 而且很慈悲的个性 那为什么我会特别提到她 因为我的外公其实是什么都不做的 人家至少有烧烧烧水 对他就烧煤炭 因为烧煤炭 对他唯一的工作就是烧煤 就像那个神隐少女里头的 如果大家有去看那个电影 那个国乳爷爷 而且非常有趣的 他真的也是穿了一件白袍 他那个白袍都变成灰色了 对 然后因为他也是受日本教育的 所以他每天唯一的工作 就早上去烧煤 烧完了煤以后呢 他就短暂时间帮我外婆顾那个店 然后我外婆就去煮饭 然后呢 他吃完了那个午餐 就所有事情都不跟他没关系 他就骑着他的脚踏车 到沿城区到处去逛 去吃吃小吃 去听听西语去干什么 所以我外婆常常说 她是阿霞 阿霞 所以她是以前是有钱人家的小儿子 叫阿霞 虽然她就 我外婆就好像也没有厌缘 她就觉得她就是该做这些事情 所以那是一种互相比较的结果 那时候你还小 是不是因为家庭因素的关系 你变得比较早熟啊 你都看在眼里 对我就很会观察 然后我对我外公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早起 因为他一早起 有人不注重口腔卫生嘛 所以他很早就没有牙齿 但是他就装了一副假牙 可是每到吃饭的时间 他是第一个上桌的 那到了桌上的时候 他里面桌子上 一定放了一个玻璃水杯 他就很顺势的 就把他的假牙拿起来 就丢到那个玻璃水杯 那我就看了很惊讶 我心里想牙齿不就是要吃饭的嘛 那为什么牙齿在吃饭的时间 还特别让他休息 在水杯里头再成再服 而且一副要跑出来吃 桌上的食物的那个样子 所以我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刻 那我就问我那个阿公说 阿公你的牙齿不是要吃饭吗 他说不是 他怕把牙齿吃坏了 所以以前的人很有趣 那个观念 就很节省 我说可是牙齿不就是要吃饭 他说怕把牙齿吃坏了 这是跟这个家人相处的一部分嘛 后来是阿嬷 外婆就过世了 我跟他相处两年 他因为太操劳了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讲 就是过劳 过劳死 他就中风 有一天就突然间就倒在地上 那就走了 对 那以前的那个医学没现在发达嘛 也许现在的话也许还可以救 对不对 那以前没有 他59岁他就走了 很年轻 很年轻 对啊 所以那年我才8岁而已 对 那外婆走的话 应该有很多食物的一个 就消失了 就消失了 对 我所有很多的食物的记忆 其实就是从外婆那边来的 比如说他的五柳之鱼 他的法菜 跟他的乳肉 我们一般的家常菜 所以那个乳肉真的是 倒到弟弟阿嬷的味道 那你在家里会想要妇科吗 会想要学习吗 你做菜的时候会浮现吗 对 会浮现 譬如说乳肉好了 但是我的乳肉 跟我的阿嬷又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早期 我阿嬷那个乳肉 他就是很固定的 一定是后腿肉 那后腿肉煮久了 其实也蛮香的 而且以前的酱油 跟现在酱油也不一样 我还记得他那个乳肉的味道 那个乳肉 他只要给我一块肉 在碗里头 我就可以八碗一碗饭 那那个肉一丝一丝的 都可以好像把它撕起来一样 但是后来我自己成长了以后 我会做饭 我到那个肉摊的时候 等一下我们告诉我们肉摊怎么买 我们先休息一下 好欢迎来理财生活通 我是夏云芬 在我旁边的就是郑如晴郑老师 那么带来他的书 我们就希望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食物之外所连结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记忆 所以我觉得往日时光 食物的时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中的故事 那刚刚有提到卤肉 其实每一家都有卤肉 我们的秘方 那那个肉的部位也很重要 太重要了 太重要了 对于我后来自己 就是也不敢说是我的发明 就是我的发现好了 就我一开始的时候早期 我是用五花肉 结果我发现那个五花肉其实不好吃 肉我也很柴 对不对 然后后来我就决定就是用梅花肉 然后后来又发现更进一步 有一天就很早以前有一个肉商 跟我讲说我建议你 你要不要试试看太阴 太阴我妈妈都用太阴 对那个太阴 太阴其实是肉最Q的地方 但是因为可惜的是 那个太阴一只肉 一只猪它只有两斤的肉 所以有时候我请朋友的时候 或是送给朋友 那两斤其实是不够的 煮起来它会缩水 所以我都是去加了梅花肉 但是梅花肉其实它有学问的 你一定要买梅花头 不能有买那个梅花尾 那梅花尾很瘦 那煮起来就不好吃 那梅花头的话 它有纹理 有经络在那边 就你吃起来的时候 它会是Q弹的 所以我朋友跟我讲说 你不要老是在采访的时候说 要买那个太阴的那个梅花头 以后我们都买不到了 可是我真的搞不懂 因为有时候 像以前我去我们家那个摊商 我说我妈妈说要太阴 她说没有啊 是不是 那什么老鼠 还是水晶肉 也好都不是 老鼠肉是老鼠肉 不一样 那个太阴我解释一下 它是那个猪的前腿 前面 前面 连接它的颈部 那个胸 前面那一小块胸 就叫太阴 那也有人叫做不见天的肉 因为你想想看的嘛 那一条猪啊 它四肢在着地的嘛 那那块啊 就是一定是不见天嘛 所以叫不见天肉 我跟你讲 其实有很多那个不同的说法 我也不晓得老鼠肉是哪里 然后还有什么水晶肉 对就是 都不知道 对都不知道 他们有个 有时候是每一个摊商 或是每一个地方 他们的俗称啦 所以你要去彻底去理解说 它到底是哪一个部位的 对 那我们要提到就是说 想要做外婆的味道嘛 那做不出来呢 我后来就自己啊 我就想到说 因为酱油也不一样 不可能说外婆的味道 那后来我就自己想说 要怎么样做那个乳肉 它会更香 所以我做乳肉 我其实我不乱 就是不加糖 我也不加其他的 很多的配料 我最简单我就是加蒜头 然后加一根辣椒 然后我就用 平克大的酱油一半 然后金兰薄盐酱油一半 然后再加水 然后让它去闷烧 就是那么简单而已 但是那个我们刚刚讲到 那个太阴啊 因为它是带皮的嘛 而且它肉质比较稍微的 就是不是那么容易软嫩 所以我通常这两种肉 如果一起乳的话 我那个太阴 我一定要先让它煮个五十分钟 太阴先下去 有够久的哦 有够久 因为它你要慢慢乳 因为它带皮嘛 所以你五十分钟的时候 它还不够软 所以第二梯次的时候 你再加上你的梅花肉 那梅花肉因为比较那个快速 而且比较快软烂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呢 再一起再卤个差不多四十五分钟 那么这一锅肉就非常平均了 对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点的小秘诀在里头 想来老师的拿手菜真的蛮多的哦 好像也不少 这样出马上可能 下次会说老师 你刚才还出一个师傅书好了 没有啦 我要真正的是师傅的话 我还谈不上 我在大厨面前其实是谈不上的 我们只能说那种家常菜 我们可以这样吃个让自己开心 OK 而且我记得你一直有讲 你是一个味觉记忆比较强的人 而且我觉得就是有看到一些故事 都会连接到我们自己的本身 像我有看到就是你的那个阳春面 那就是闺蜜的感觉 对阳春面就是跟闺蜜 就是初中的时候的同学 然后他每次下午下课的时候 他回家前就在我们家的巷口前面就去吃一碗阳春面 他每次都陪我 然后他才回去 然后他还会多给我一点点的面 因为他回家有晚餐 那我是没有晚餐的 对 所以就是有一种 你就看到阳春面 就是常常想到他 对 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某一种食物 你会想到说 你跟谁来吃 然后当时发生过什么样的事情 你后来有自己再去吃吗 那完全就不一样 不一样自己吃阳春面的感觉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食物就是有人陪伴吃 他会觉得非常好吃 那自己一个人吃的话 我常常 当然我可以享受那个独处的时光 可是平良心话 自己吃饭 他那个香甜 真的没有来得两个人吃的香甜 真的 有时候其实我也蛮怕一个人吃饭的 就以前讲说 人家吃饭说 姐吃的是孤独 姐吃的是空虚 就我也蛮怕一个人吃饭 有时候吃饭就是为了填饱肚子而已 对就是填饱肚子而已 对啊 所以说实在的年幼其实是比较辛苦的 对年轻的时候是比较辛苦 在成长的时候 对对 那因为是家庭的关系 所以我刚有讲到说 我外婆过世了 我是有去跟我的继母住在一起 那时候那一段的食物是比较辛苦的 对对 你吃到饭肚痛 那个是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 那个就是说 那个担命鸡啊 一般成人都知道 那个大面羹 它其实是用碱去发的 台湾的碱嘛 你知道那个 那个碱其实 早期是用来刷洗油垢的嘛 对不对 那它也可以放在食物里头 就把面条发的很虚胖很大 所以那个大面羹其实是这样来的 所以呢 台湾台中的那个大面羹呢 它就是浅浅的一碗 那么里头面条没几个 那早期都是给那个劳力啊 劳工 他们譬如说在下午的时间 然后稍微的止 他的饥饿 就是当点心用的 那那时候小时候呢 因为我们家对面 刚好有一家大面羹 所以呢 我常常我的继母 就放个五毛钱在桌上 因为我中午要回来吃饭嘛 他人不在 所以我都是吃大面羹 那小时候都不懂 吃到最后那个 那个茧会把胃粘膜洗掉 所以吃了以后 没多久就开始胃 好我们持续要跟正如 请老师来谈谈 他的往日时光 谈到那个大面羹啊 其实我看到你那样写的时候 我会觉得好难过哦 对 吃到八道疼啊 对啊 因为只有五毛钱 只能吃那个嘛 还是不能吃别的 就只能吃那个 就只能吃那个 对 这钱给的太少了嘛 对啊 就只能吃那个大面羹啊 那我刚有讲过嘛 那个大面羹它里头是 它其实它原来就是 茧去发泡的嘛 对不对 所以那个茧本身是 含有一点腐蚀性 所以你肚子饿的时候 其实你不能吃 吃了它会瓜胃 所以小时候我常常 譬如说我吃了这个中餐的大面羹 我到学校不到一个小时啊 我就开始胃痛 然后胃痛老师就用脚踏车 再把我带回家 但是老师不知道说 我家里其实是没有人的 会不会讲 那后来像我们这把年纪的 开同学会的时候 小学的同学会 我的那些同学啊 就提起说 啊小时候我们最喜欢 就是你胃痛的时候 然后老师载你回家 然后我们就好开心了 可以大闹天堂的时候 我心里想着 啊原来我的胃痛 还是别人人生里头的一道小风景啊 因为老师不在 老师不在 当然就可以闹一下 可是你对于当时的痛苦 你还历历在目耶 对因为很痛 因为你看你在写 就是抱着肚子 然后冷汗 然后在榻榻米上面打滚 对对 真的是打滚耶 那时候小时候 对那后来也影响到 我长大以后 我真的胃肠都一直不太好 到现在偶尔会胃痛 对 到现在还是啊 因为他你的胃可能被伤到了嘛 就那个联盟的刮伤了 然后当然我也尽量像现在这个年纪啊 现在心里想着有什么东西可以保健胃的啊 也吃 但是还是不如你本来好好的一个胃啊 就是你有被伤到了 还是还是就是伤了嘛 嗯嗯 所以现在看着大闹天会怕的 还好时间已经过了那么久了 对你偶尔还是可以尝一下 对尝尝以前的味道 以前都看着大闹天就很害怕 那现在长大了就变成我们可以用另外一种心态啊 去就是不好的尽量都不要想 我们就只要想到哎小时候啊 曾经有过的一种这个成长的经历 那把那些不好的成分啊 把它换成正能量的东西啊 但也是我们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嘛 所以是全然的接受已经没有什么怨恨了 没有没有我没有什么怨恨 那就是变成我生命当中的一部分而已 我会提出来讲是因为食物让我想到过去的一切 或者我不会去特别去抱怨我小时候得到是什么样的待遇 对就像我刚才写的阳春面 就我常常也跟我爸爸去吃阳春面 可是至少我爸爸都会叫我吃牛肉面 然后呢他就说他要吃阳春面 那因为他是外省人 所以他就吃阳春面 我一直以为他不喜欢吃肉 因为爸爸就告诉我他不喜欢吃肉 他喜欢吃阳春面 那是外省人 然后到了别人家的时候 人家问我们要吃什么 他帮我们叫菜 然后我们就说爸爸喜欢吃阳春面 可是我爸就念我说 那别人请客了 我不能够吃个牛肉面嘛 那可见就像鱼桃的故事一样 对不对 对对 他是不敢吃 对他就是留给你而已 对对就叫我们吃好一点 我们来就跟别人讲说 我爸爸不喜欢吃肉 可是看到那个大米鸡我就觉得好不忍心 可是我比较没有吃过大米鸡 但是我吃过米涮狗 米涮狗跟母亲 不一样完全是不一样东西 那米涮狗它里头没有放茄 它没有放茄的东西 茄就是一种 它会变成茄是一种有茄的东西在里头 鸡桃就是啊 对对鸡桃就是啊 那米涮狗又是另当别论 面线糊是不一样 吃面线糊就跟妈妈有连结了 对就是我小时候 因为以前我家里有一张我妈妈的遗照 我刚刚好像跟你提过嘛 就是说后来我三岁我妈妈就过世了嘛 所以他就有一张遗照 那小时候我们看到他的遗照都非常的害怕 还有我妈妈眼睛很大 那你看他遗照 我好像他每天都在注视着你一样哦 就很害怕 所以我都把他的遗照放在我们另外一个小房间里头 所以你没什么记忆啦 我们先休息一下好不好 我们进下广告 待会继续再聊 好我们现场的是我们郑如晴 郑老师刚好提到看到遗照的惊 因为毕竟就是还小嘛 对是 那怎么办呢 要不然把它藏起来 没有我们都是把妈妈的遗照放在一间小房间里头 然后呢就都不太进去那个房间 但是心里是会有记挂的 觉得说怎么从来没有人祭拜过我妈妈 觉得说好像不太对 然后因为慢慢懂事了嘛 所以以前有一天就到我同学家 那可能很少有人像我有这么样经验 我那个同学家里就开那个金子 金子 金子 所以有时候我都知道金子怎么做的 它就是一点一点的黄粗的那个纸 叠得很高 然后旁边也有什么银色的银箔 还有黄色的黄色的那个像金箔一样的东西 所以如果你是要给那个什么老天爷的 什么上帝什么 选什么地的 那你就用那个金子 就这样上面要金箔的 那如果你是要给祖先的金箔 你就要贴银子 对 然后就觉得很好玩 就跟着他在那边贴这个 那后来我心里想他家金子这么多 那我是不是可以烧一点给我妈妈 就想到 对那个金子不就是钱 钱啦 对不对 我心里想 不是人的世界不是要用到钱吗 那如果说这个有银子的话 那代表意思是说 那个阴界的世界它也需要用到钱 对不对 所以我就跟我同学讲说我可不可以烧一点给我的妈妈这样 那他妈妈在旁边听到说可以啊 让你烧一点 他说你总不能就这样烧吧 我们来煮一个什么东西 给妈妈 对不对 那因为刚好都下午时间嘛 他妈妈说 我来煮点心 点心 他就是做了这个米水 米涮狗 对 所以对米涮狗的印象也非常的深刻 而且我自己很喜欢 这种台湾很低道的这种小吃 也很好吃 对我是吃过米涮狗啦 那时候我就觉得怎么跟那个我们的黄阿米酸很像 就参呼是不一样的 对对 另外书商啊 就是我们念书的时候一定会吃过 每个人都吃过鸡丝面 对对对 对不对 鸡丝面也是啊 但现在好像还有鸡丝面吗 好像比较少看到 看到 很少看到 对以前我们住校的时候 常常就是要睡觉前 每个人就有个红色的盖碗 对对对 然后鸡丝面就丢进去把它盖住 然后睡觉前就把那碗面吃的 那就整个情势都非常的香 对所以对那个鸡丝面也挺怀念的 对那时候就是你的那个青春岁月啊 对啊 我有看到你里面有写一个那个 阿姨有把那个面炸好 哎呦那个好感动哦 对她其实是我继母的姐姐 她这个姐姐她以前都告诉我们说 她满族仪 满族仪 她告诉我们说那个满族仪 其实他们家的洋女 但是我后来懂事以后啊 我慢慢去那个我才发现那个满族仪说 其实应该是她爸爸的这个前面的妻子所生的 对那他们不想去提到前面的那一位 就是说她是洋女 就是说她是洋女 对啊 她对你们很好 对她对我们很好 他们我小时候因为 就是我那个家里 继母常常不在嘛 然后呢 她每次来的时候 这个满族仪来的时候 她就会煮了一大桌的菜给我们吃 所以我每次非常感念她的 就是也是跟食物有关系 就是她做很多的菜 譬如说烘蛋 我就不知道原来烘蛋是这样做的 她把那个有很多 让那个蛋自然膨胀起来 那非常的那个好吃 里面放的碎肉啊什么的 所以她只要是她来的话 我们桌子上啊 山珍海味什么都有 而且我觉得她好细心啊 她走了她还留了一堆给你们吃 叫你们自己要弄来吃 对她就说放着那你们自己就 饿的时候你们就可以拿来吃 所以我觉得对鸡丝面 就也有很多的那个情感 哎鸡丝面后来我听你这样讲 它是不是就是那个面线去剪 哎对就是面线直接去炸 炸了以后它可以保存很久 对嘛我就在想说 我也是看你的书 我在想说难道真的是用面线去炸吗 对啊就是面线 因为炸好油 它就把你放在罐子里面 对对啊就不会坏 对然后你就可以拿来用 对 可是你很多年也有翻过 翻出来 对啊 因为它已经就变得 就是其实已经耗油掉了啦 因为太久了啦 太久了 对啊 原来鸡丝面是这样子的 对 所以你现在会在吃 很少了 因为我觉得我好像也看不到了 对看不到了 而且现在的食物实在是太多了 鸣鸣满目嘛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也不是成长的饥饿期 对啦 只有念书的时候什么都要吃啊 什么都要吃 对书没念多少肚子到常常饿 对啊是啊 所以我就觉得看到你写的每一个食物 其实我们也有都吃过 但是我们链接出就不同的一个情感出来了 对对对 就是说每一个人的经历其实是不一样的 对那个食物的印象 留下来那个深刻的印象其实都各有异趣啊 有一个那个水鸡我觉得蛮好玩的 都水鸡啦 水鸡对啊 对对对对 对你讲水鸡的时候 有时候看这样想 那是不是就水鸡啊 可是吃得很开心对不对 对那其实台湾土产的那个青蛙肉水鸡啊 真的非常的美味 肉质很细 好细啊 对 它跟我们那个牛啊 跟那个 都不一样 法国那个进口那个牛蛙其实都不一样 牛蛙很粗啊 对就不好吃 对 你吃水鸡有剥皮吗 有好像都有请人家把皮剥掉 对因为我以前也是啊 就我妈妈就跟我吃那个水鸡 那我就很喜欢吃 对 有一次我也是好像就跟人家去逛夜市 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 那个华西街有个夜市很好吃 然后什么水鸡很好吃 我说那我要去吃 我到汤位以后我吓死了 因为他们都没扒皮 然后我就喊青蛙 对啊对啊 就没扒皮跟你扒了皮啊 就不一样 扒了皮以后它就非常雪白嘛 对不对 肉质看的好细啊 好细致啊 对 就我觉得这个经验让我们觉得 我非常非常的害怕 后来我每次问说 请问一下你们的 有没有扒皮的 就让我们觉得你是一个狠狠的女人 现在还有在卖吗 有 好像有啊 真的啊 在哪里啊 在不知道是在万华 还是在那个夜市都还有 那里有个人际医院那边附近还是有 真的 我等下回去我来上网查一下 人际医院 对人际医院附近 真的啊 因为我印象很深刻 他没有扒皮哦 你要坚强一点哦 我还吃过蛇肉呢 讲到 对 以前有青春痘的时候 妈妈都会叫你去吃 对啊 以前我脚上啊 因为长了很多的那个什么 那个一颗一颗的 其实后来我想 那其实那是意味性皮肤炎 不懂哎 对 他们说生一颗啊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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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哦 那上火就要去吃蛇肉 那就是清凉啊 然后清补啊 是 好 这些往日时光 其实跟每一个的 故事跟每一个亲人 都有很大的一个关联性 把这本书分享给 所有喜欢食物跟热爱情感 热爱生活的人 今天非常谢谢郑吴晴老师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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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一分 谢谢 谢谢